欢迎来到本周的伴娘QAA 那么今天为止呢 那应该是所有的小伙伴都已经放暑假了 对吧 为了迎接大家的暑假呢 本周平底官王小微第二季 也是正式开始更新了 有喜欢的小伙伴呢 可以赶紧去看一看我们最新的篇章 好了 接下去就是我们愉快的翻牌子时间了 这位叫做林峰的粉丝 他说伴娘啊 上次人家问你三围是明日之后呢 这个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有点尴尬呀 那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 平时这个明日的三围 我都习惯用这个纬度的围 你们自己打个三围 难免我不胡思乱想 不过这纯粹是个 我会忘记它吧 那至于我的三围的话呢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的三围究竟是什么 这粉丝叫做斗图之王 他说伴娘你会甩居吗 会啊 只是我的甩居 你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而已嘛 不过我的甩锅技术就一流啊 哎我的手机呢 二十九你拿我手机了吗 哈哈哈哈 这位叫做粉丝煮酒的粉丝 他说我喜欢上厕所看你的Vlog 这样你一边吃 我是一边拉 哎不是 你这是什么人呢 这也太重口味了吧 哎你搞得我现在都不能直视我自己的Vlog了 我觉得像我这种美美的Vlog 你们不应该找个好一点的环境 慢慢的欣赏啊 我想问一下其他小伙伴 你们平时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我的视频的 可以在评论中留言告诉我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粉丝 叫做梦醒10分40208 他说小薇啊 问你啊 粉丝重要还是老司机重要 还必须回答 同学我看你是在搞分裂啊 都说了小孩子才做选择 像我啊 我当然是都要了对吧 其实认真好给你们说啊 在我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学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天天看鸡哥的视频啊 他可是我学习的榜样和方向啊 而爱我的粉丝们对吧 你们就是我坚强的后盾 和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所以你们说哪个重要啊 当然是都很重要了 对吧 千万都在搞分裂了 不要挑拨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QA的全部内容了 那很多小伙伴平常看我和平精英的视频都知道啊 我每天会接受粉丝的挑战 如果任务失败了要接受惩罚 那我们的惩罚呢 在这个星期也快用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惩罚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中留言告诉我 那我进行筛选 加入到我们下一周的惩罚箱里面去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